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最后呢 会走到这边来 会走到这边来 我们大概再继续 也就是说这个客观呢 作者的意图客观也不太可能 因为大家会抢来抢去 拆来拆去 可是结构主义所坚持文本的客观性 基本上也不成立 就是说今天任何一个 语言的文字的意义 会随着时空而怎么样 而改变 对不对 我记得我出国前 同志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才叫同志 我们同党的才叫同志 没有想到现在被假借 变成同性恋者的什么 专用语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结构主义 它所说的这一个 语言的客观性 或者任何一个符号的客观性 基本上站不住脚 因为只要时间上时空的转变 就会被结构 所以Dehida的这个结构呢 这个构是针对结构主义 就是说结构主义呢 它相信在某一个时空之下 所有的这个符号 有它的客观意义 但是只要把时间因素加进去 就不可能 只要把时间因素加进去 就不可能 好这样的一个客观呢 后来的学者发现 这个客观有困难 就是说我们权势啊 对任何一个对象 要解释到它的客观的意义呢 有困难 有困难 所以但是呢 在现代主义之下 他们还是坚持客观 所以后来的一个 退而求其次啊 各位看箭头是往这边走 退而求其次呢 就变成是全逝者 全逝者之间的客观 好也就是说 作者我们也问不到 然后呢这个 语言意识啊 因为结构主义所坚称的文本客观意义 是指它被创造的时候的客观意义 而不是我们现代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难了解 当时的意义啊 比如说孔子说 为女子以小人男养野 到底这个女子是指什么 因为当时的时代可能 是不是指女性呢 或者是只有指女性的某一个小部分 那我们不知道 所以也就是说呢 他们认为说结构主义所说的文本的客观性 也是要放回到原来的时空 要考证嘛 那考证也不一定正确 所以他们说这样啦 那这些都有困难 那我们就述足以现在 就是说对全逝者之间的共识 而全逝者之间的共识 就是我们读过的哈勃马斯的理想沟通情境 各位你哈勃马斯的那个理论 理想沟通情境也是全逝学里面的一派 意思说呢 今天任何一个文本 如果我们经有理想沟通情境的处理 然后呢就是说让所有的全逝者 我们假设每一个人都是全逝者 他意思就是说 只要我们全逝者能够找到对任何一个文本 大家有共同的共识 就是说我们据我们所知 尽可能的来解释这个文本的意义 那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 那也就是代表了这个文本的客观意义 所以就说从这个 这边一直往右转 往这个主观的方向再走 所以基本上全逝者的客观呢 不是绝对的客观了 已经只是受到时空的影响 再过来是Gadam 这很多人一大堆哲学家 海德格、Gadam Gadam他就更承认这个 所有的即使是全逝者之间 也不可能有共识 不可能有共识 所以你们如果去读的话 所谓视野交融 他会谈到所谓的视野 他说我们在全逝某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追求视野交融 Fusion of Horizon Horizon是地平线的 Horizon 这是地平线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 他已经承认全逝的什么呢 全逝是不可能客观的 到了Gadam Gadam已经不像哈勃马斯 那么乐观说 我们所有全逝者 可以找到一个共识 所以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解释 Gadam已经更进一步 承认全逝的主观性 所以但是他也不能够说 放任这个主观性 各说各话 所以他就说我们的全逝 要跟以往的全逝 各位知道轮椅不是有什么孔影达柱吗 我们儒家的十三经 从那个每一个朝代都有人 柱一大堆 对不对 他意思说 视野交融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全逝者 我们应该尽可能去跟以往的全逝者呢 做沟通 希望尽可能找出一个 所谓交融就是有共同的看法 但是他不像哈勃马斯的理想沟通群境 那么的乐观说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识 找到一个大家都同意的说法 所以就是说全逝学整个的发展 就是整个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 从坚持客观一直往主观的方向在走 我们先下课 我再来试炼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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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太多的地方 所以我知道 我初试炼的话 还要一整个小时 我可以偿一下 看这个时代 是一个小时帮助 我再试炼一下 你得生炼一下 强度 我再试炼一下